宝宝们,最近轮廓固定实在是太火了 但你知道轮廓固定其实是从乔雅登的MD Code 韧带提升的打法衍生出来的吗 今天许丹就带你们来科普 到底什么是乔雅登的8点提拉 它到底有什么效果呢 与普通的波酿酸填充不同 乔雅登的8点提拉其实是采取精细的注射技术 通过面部8个点位的精准注射 从而改善面部轮廓进行一个面部提升的作用 就像我们前期说的面部的软组织 搭建一个支架将面部的筋膜层支撑起来 我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聊过乔雅登的8点提拉 今天我再给大家赘述一遍 乔雅登的8点提拉的打法的优势 就是在于它可以精准的找到我们面部的韧带的支撑点 通过局部填充把肌肉固定在我们的骨骼上 在视觉上使面部看起来更加的紧致 我们的面部线条更加的自然流畅 并且由于乔雅登的提升打法 更多的关注于在我们骨相的立体和我们面部的流畅性上 所以说它不太会产生一种蛮化感 这些打法的效果因各体差异而有所不同 所以在打完之后可以看到明显的提升效果 维持的时间根据各体的差异不一样的 在6个月到1年内不等 在进行八点提拉注射之前宝宝们仍需进行全面的面部评估和咨询 可能是我们的脸部显得过于宽大 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理想效果 所以说因此对于我们亚洲的宝宝们 我们要进行注射前选择一种更加适合自己的注射方案 实现我们理想的效果 我是艾滴许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